我有消費 他貼單就算了 他還給我鎖車 車主看到自己愛車前後輪 都被鎖 氣到報警 我是有消費的 但是我是停久一點 因為我去辦事情 沒有錯 你們要收費好 結果他還動我的車 車主把車停在超市的私人停車場 雖然有消費193元 但從早上9點停到下午4點 一口氣停了7小時 被店家貼單告知 要收停車費1000元 他可能覺得我停太久 我確實停久了 我確實停久 但是你要收費我讓你收 沒關係 開口1000 大家都是互相 每個客人都像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不用多勝利了 店家也火大 明明有掛上招牌請勿酒停 酒停一個小時收費200塊 但車主不滿得付1000元 警方卡在中間當何事老 最後達成協議 車主付200元 讓店家解鎖 我們馬上幫你解鎖 那我們就收兩塊一塊 那拿去 警方表示因為在私人土地上 收費由店家來訂規則 鎖車這個動作沒違法 但如果毀損車體 車主能提出損害賠償 還是呼籲停車前仔細看規定 免得為了停車問題 Keep Put 就要來關章 台南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